云林舰编程 避暑南部地区机动海巡队 亲自宣读陈军令 云林舰从这一刻起正式加入海巡航列 授旗仪式之后 赖总统亲自登上云林舰巡视 这次赖总统上任之后 首度主持海巡舰艇的陈军典礼 别具异议 赖总统支持时 特别感谢海巡弟兄捍卫海江的辛劳 是英勇部队 海巡兄弟 绝对是一支 不会辜负全体国人期待的英雄部队 我们面对区域强权的施压 当然我们海巡兄弟的压力 势必是越来越大 我相信全国人民 都会做我们海巡兄弟的后盾 云林舰是台船制造的第三艘 四千级巡防舰 船上配备有三组 射程120公尺的高压水炮 手术室及负压隔离病房 另外还配有空间供直升机起降 具有平站转换功能 将配置在海巡署南部机动队 强化台湾海域巡防能量 除了云林舰成军典礼之外 现场同时也庆祝第五届国家海洋日 喇叭气笛声中 上百艘的帆船和独木舟迎风起航 昌阳在高雄港湾 形成美丽画面 赖总统也允诺会大力推动 海洋三法和海洋科技研究 打造台湾成为海洋国家 发展海洋的同时 也要保护我国海域不受人侵扰 藉由国际海洋日活动 展现对内对外的软硬实力 民事新闻陈家强 陈子平 高雄市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